行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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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程 行程 盐行程 你在哪儿 行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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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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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 曼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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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吓死我 你要好好活着 为了你 我一定会活着 这个吧 的 你说什么 老大他 没事最好 没事最好 我这边 我现在也赶不回去 这样 等我忙完我立马回去 雷雷 随便跟我说话 让我言言清 怎么了 哥 我刚刚碰到沈漫宁了 沈漫宁 我跟他之间的问题 已经整理清楚了 我不会再对他做什么 但是刚刚 我带着他去追延兴城的车 延兴城似乎在追一个很奇怪的人 那个人带着他进了飞车场 延兴城差点出了大事 真的 哥 庄家的内斗 还没结束呢 那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沈漫宁的家门口 延兴城又为什么会去追他的车呢 哥 如果蓝海出问题 那刘光跟他们合作 岂不是也要受牵连 这件事情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会调查清楚 可是我最近 听我的话 别再绞进庄家和蓝海集团去了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 怎么样 伤口还疼不疼啊 有没有进水啊 刚刚 没事 你都不知道 刚刚那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我有多害怕 我就知道我自己 我不能跑得快一点 可以追上去 你怎么说什么傻话呢 你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的 延兴城 请你答应我 你 你哪怕是为了我 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如果真的要去面对什么 特别危险的事情的话 你一定要带上我 我爱你 我一直在平行时间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 相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一日约会 今天突然出现的那个人 还有 我本不想告诉你的 我本不想告诉你的 星成 我不想再让你卷进庄稼 和蓝海的斗争中 我想尽我一切的能力 保护好你 让你和所有的 普通女生一样 生活 和恋爱 星成 都不能靠你 好 我告诉你 其实他们找的就是这枚私人印章 他们是觉得这枚印章在我身上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你的 我不怕 只是 这枚印章在我身上吗 行程 我想起来了 我在海外出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信言游往我的口袋里塞一样东西 但是后来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 你 方响还有袁帅的出现 打乱了我的一切 再到后来我就跟你毁了庄稼 我就把他遗忘了 但是在我们一次争执中我发现了他 是一个玫瑰样式的胸针 胸针是外公送给母亲和小姨的生日礼物 预示着他们是庄稼的双生姐妹花 在我记忆里母亲经常佩戴她 那一定就是了 怪不得信言在离开的时候 他交代我一定要替他完成 行程 原来他是要我把这枚胸针带给你 让你可以替他拿回你们的蓝海一星 行程 这枚胸针现在还在我家里 我今天早上好像不小心把它打翻 掉到我床底下了 确定吗 嗯 我回去就把它收好 明天早上 你亲自来拿吧 好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 你都哭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再哭下去 别人还以为我怕你怎么了 那人家心里难受嘛 我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嘛 我就要哭 你哭 你哭 你想哭多久哭多久 你哭我听着 你生气我受着 但是冤有头债有衷 我去找元帅 不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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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求你了 祖宗 那你想听元帅以前的故事吗 喂 布鲁丽 你有没有什么银子吗 你的手席在哪儿 来吧 在哪儿 好 谢谢啊 你也是同胞吗 谢谢 谢谢 你 你干吗 我以为你是来帮我的 原来你和他们一样 混蛋 别动中国人 你管得着吗 你觉得呢 那这么说 你才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啊 女主角 后来 服不服 不服啊 不服啊 看来 你看看 你干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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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真 Areần 得吧 赶快 那这么说 你是自觉归顺眼形成的 而元帅是被打伏的 也不能算是打伏吧 你知道狼王和头狼吗 听过啊 就是一个是狼群的王 一个是冲锋陷阵的将军 答对 那对于爱情而言 狼王一旦动心 一辈子就只爱一个人 对于冲锋陷阵的头狼而言 就只懂得冲锋陷阵 所以他根本没有谈恋爱这根弦